這個自由計劃基本上就是創新科技處 上級領導有個局長坐在那裏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又有一個民政事務局的代表 他有管文化藝術的 但民政事務局的董事 就現在重決了 又不開會 這兩個官方董事 其實只有一個陳玉德 基本上 那個不開會 現在那個位置又重決 五個A類董事裏面 有一個又退出了 又欠一個拳 A類董事委任B類董事 B類董事有十幾個 那是甚麼人呢 第二 還有下面有一個所謂 財務及行政委員會 和業務發展委員會 加上又有十九個成員 其實整個管治架構都很原備 都很有看頭 但竟然可以開會開到這樣 這個我們是很關心的 如果這樣的話 是否你要重新調整管治架構呢 局長 局長 主席 多謝王議員 當然 那個架構一定要配合 我們那個 它的工作需要 而要定時去檢討 所以去引進一些新的措施 或者在架構上面改組 去更加做好這個工作 一定是我們的經常目標 這個就是07年3月的時候 已經在董事局做了一次的夾身 但是你說這個架構組織 是不是已經達到最完美呢 我相信都不是 可以做得更好的 但是我希望呢 因為07年到現在 都還是一個短的時間 還有也都看得到 就審計處報告之後 有很多的措施 我們現在都需要跟進的 我覺得 所以就已經 你答得很抽象 處長更具體 你讓我主持會議 好嗎 我只是或者簡單回應 就是我們會經常警討做到 要不斷加強我們的措施 令到這個董事局的運作 能夠發揮得到 石禮謙托愛文這個問題 是主席 01至07年 你這個問題未未未 他答完了我覺得 我不用他回答了 我覺得他一定回答很抽象 我都是想一下 他是被處長回答 是不是 OK 01年至07年 為何隔了那麼多年 到07年才要改革呢 其實講第一筆 第一個階段 待會我再跟你講07年之後 這個其實是我們主席 剛才所關注的 這個我代替石禮謙問的 他夠時間 接著到我 是 我剛才都講過 因為頭幾年 我們那個規模是相當小的 因為頭三四年 其實我們的中心 大部分時間 是只有十個八個職員做事 近這兩三年 因為政府資助我們的規模大了 我們做的活動 的program 規模都大了 所以我們就 大概兩年前 我們就檢討這個制度 所以在07年改造 黃宇 我要跟進回 剛才我問的問題 局長沒有回答我 我剛才指明要他回答 我都知道他的答案 一定是很抽象的 都是講目標 理念 但我們問一些很具體的問題 所以這個問題 我想請處長回答 是不是 那個民政事務局 那個官方董事何時保 另外那個重決那個A類董事何時保 主席 主席 還是說不保 主席 我們現在都跟民政事務局 那裏都是討論他 在那個 這個香港設計中心 那個統事局的成員的問題 其實我們都跟他們 都有把這個情況跟他們說 就說 他那個出席率 因為以往 有些會議都沒有出席到 所以我們都想跟他 看一看就是說 他自己出席不到 可不可以派個代表來出席呢 那這些細節上的事情 都是跟這個民政事務局 是在考慮著的 以我知他是在考慮著 就是那個 他們在這個 香港設計中心 那個 他們的 那個董事局的 那個成員的問題 那變了 就是我們已經 將這件事件 就是跟他們說了 那現在 你有沒有時間表 就是處長何時 我想問 我 我會盡快 追他們 你盡快給個時間來 大哥 現在正在問你幾時 你給個時間表來才行的 那不就又拖了 下部 你認為是 一兩個星期的事 一定是一個月 你給個時間表來 是不是因為不用補呢 根據張情 可以找人替代 因為隨便 在民政事務局 找個普通的AO 都可以 你的目標 有沒有目標 你幾時可以 就是 對這個問題 有個定案 主席 我覺得 我在這方面 給一個時間表 又有困難 因為我總不可以 代表民政事務局 那裏作出一個答覆 但我的理解 就是民政事務局 他現在一直都想考慮一下 推出 他那個 所擔明的角色 所以這一點 我覺得 我就 我只可以告訴他 我們最好想 盡快 去把這個董事局成員 那個情況下落實 但始終都要他考慮 他所擔明的角色 是甚麼 他需要不需要 繼續成為這個董事局成員 這一點要他 即是我們得不到一個 我經常問民政事務局 看他 有沒有一個比較確實的答案 我覺得 現在的問題 其實都很閉下 民政事務局 現在有個西九在搞 是嗎 他又要搞國民教 又要叫他回家睡覺 換其他人做 創意工業不用他們 對 搞創新科技 是你的事 是吧 可以否修改章程 是吧 過去的表現又那麼差 你07年改了之後 兩個官方董事 多少個董事 那個架構就訂了出來 接著這個官方董事 就不蒲頭 是吧 但你又要等他 是吧 經常搞到一個出席 有沒有留會多少次 這些我們現在免得問你 既然他是不成功的 你就取消他 我想問一下主席 可不可以取消 這個民政事務局 這個官方身份 官方代表的身份 董事會 可不可以修改章程 劉先生你的看法是怎樣 這個是大概兩年前 政府擴大了撥款 我們雙方同意有這個新架構 當然我想我們很接納議員的建議 我會代表董事會和政府認真討論這個問題 也希望盡快可以改善你的問題 我有書 我還有時間 現在很明顯 這個自由計劃 你看到那個 這個審計處的報告裏 講到那個企業本自動行政管理那裏 就出現一個 所謂兩難的問題 你要給這個設計中心自由發揮 但是你負責給錢他 那麼審計處又要監督他花錢 看他賠數 然後就一定會有很多衝突 他又要有創意 即是連那個 他的業務要有創意 行政管理都希望可能會有創意 你不要那麼多製爪 這個有兩難的問題 所以我們覺得整個管治架構的理念要改變 如果你想設計中心做得好些 公帑可以善用 我想你整個理念要改 管治思維要改 你一定要讓他充分授權 他要揹飛 這些又是公帑 那你怎樣想到一個平衡的辦法出來呢 現在很明顯是外行領導內行 那裏很慘 你給他錢 你又要管他很多事情 更加政府有一套制度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 是不是值得大家考慮一下 你整個管治思維都要改 即是對這個設計中心的管理 這個是王議員的一個 我想他回答 改不改 所以你認不認我 我說得對都可以回答我 處長你想長遠來說 主席 我只不過是整個董事局 有二十多人 我只不過是其中這一個 我亦都不覺得我是外行人的身份 去領導外行人 其實整個香港設計中心裏面來講 其實都有很多專業的設計師 去主導他們在這方面所發揮的功能 我在這個董事會的作用 最主要就是我們要確保 他那個洗公帑是洗得得得意 應該洗的就要洗 不應該洗的就應該是不可以洗的 所以我在這方面 也都就著他每一個項目 所能夠要用到公帑 作出一個清晰的指引 我亦都確保他做的行為 是符合洗政府公帑的指引 所以最主要就是這方面 局主席 處長他沒有回答我一個問題 你整個管治思維會否改變 我不是說你是外行人去領導內行人 你都做過影視處長 我們香港的AO就很厲害 什麼都可以做的 問題就是你有沒有考慮 即是政府包括你的上司 那個問責局長 有沒有想過整個管治思維 背後的哲學要改變 要不然你永遠都是有衝突有矛盾 好 局長你是有事要補充 好